你别闹 你真的别闹了 我求你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跟我走 你让开我 走 我求你了 欧阳 欧阳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 你能够摘动我吗 我看看我去站里 你能够摘动吗 我赶紧给我走一个 你抓不动吗 你听我来 欧阳 你 1701 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连手机都不要了 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 没准还活着女大款呢 我更不想活着 什么女大款 你 你能不能不要 跟思雨要喝多酒 瞎胡闹啊 我不管 走 欧阳 欧阳 我真没看出来 你怎么现在记性那么好 我喝多酒说的话 你到现在都记得 你也不想记啊 你那天租行是几百遍 你知道吗 我咬你了 欧阳 让你踢上手 手机拿到了 手机拿到了 我们走 走走走 走走 我做了 你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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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闹了 你给我闹了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你趁痛 你趁痛 回去吧 你快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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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车 我再带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我开门 走吧 你这么躲着屋里藏什么人啊你 欧阳 欧阳 为什么 欧阳在外面呢 你不要开门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我更要开门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就是因为欧阳在 你更不能让她知道你在这儿 那怎么办 快点开门 就这么一直关着门呢 开门 陈正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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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你回去一些安静多多 你让我动了 你新闻的屋里藏什么人啊你 过来 我告诉你啊 你手机在我手里 你要想拿走的话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开门 思雨 姐姐 我爸打电话了 开门 开门 你喊了我爸打电话 我接电话去 就在这儿接 开门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爸 我爸 思雨回来了 赶紧给我看看 我跟思雨在外面吃饭呢 开门 什么事 怎么回事 怎么有男的声音啊 你 你们是不是去小哲家了 没事 爸 我们都挺好的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我先挂了啊 爸 我 我特别好 好 拜拜 晨哲 你不开门是吧 我明天就去你公司 揭露你的丑恶行为 正好你老板也在这儿 他能替我作证 是吧 老板 对 随便结合 听见没有 识下的开门 三门 思雨 小龙虾 小龙虾 你不是想吃我爸炒的小龙虾吗 我爸炒小龙虾 靠着 你想辣的 提酒 好好吃 开门 开门 这毁了 正好啊 大家都在这儿 在这儿好好看个啊 记住这房间里的男人 把自己的正台女友给甩了 在外面找了小三 让人家足足等了她 二十年 二十年呀 对啊 一个女人的青春 全部都毁了 开门 你们俩就 人家这儿不要急 我心发闯鱼 我心发闯鱼 走啊 你再不开门 我们就没法闯鱼了 你信不信 站这儿 我瞧我瞧我瞧 你再也不要去 我瞧我瞧怎么办 我收了一点 你还是筷子 我如果 ус корш了 你活相信真的 我还是听笑 我说我留 ev击 你迷失稳的 你Ya Ella 听门眼 什么意思啊 别去 听门眼啊 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想来找你 我也没有想打扰你 今天晚上事情其实很简单 思雨原本是想跟你谈的 就在电话里面谈的 你不用再解释 是 春泽 是我要来找你的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你给他俩带的路啊 都跟你说了 今天是思雨要过来跟你谈话了 你老盯着林美娅放什么意思 包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这是我家 你跑过来闹 你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今儿我这身份就失了 怎么着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以林美娅 和好朋友的身份过来了 那我作为员工的身份 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有这些功夫 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 那四场就这么闹 那就又不让你操心了 思雨啊 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她 我懒得听那混蛋的废话 我告诉你 晨晨 你丢在楼下的手机 我帮你捡回来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像丢一个手机一样 把林美娅给丢掉了 思雨 别说了 你说得着吗 这是我跟林美娅之间的私事 私事你听得懂吗 林美娅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喊着吗 别说了 你跟我说清楚了 说清楚怎么了 说清楚了你就有理了 你真是那么生气吗你 真是让我来你家 就那么生气吗 我告诉你 晨晨 真是破天 我林美娅应该怎么想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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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回去 走什么走 不走 我告诉你 晨晨 你别以为林美娅善良 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 怎么前一天她在法国的时候 你还爱着她死去活来的 第二天你就要跟她分手了 你别告诉我 一天的功夫你就烦了 我就想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什么叫真相啊 我今天爱她 我明天就可以不爱她 怎么知道你谈过恋爱吗 你有公式你能算出来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别忘了我是阿彩 我告诉你 我怀疑你早就出轨了 而且你脚踏两只车 直到林美娅回来之后 你才要出你的狐狸尾巴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你就能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 你有证据吗 证据他 你要证据是吧 哥们 姓陈的说要证据 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 找呗 好嘞 找几个 这是我 你找我开 叫我报警啊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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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报警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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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啊 陈正他不是故意的 他们真的没有恶意 不要紧这身份大了 陈正 陈正 你真的不能报警 走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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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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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快点上 干嘛呢 快点上 干嘛呢 梅雅 我错了 你能脱离她的魔障 简直就是老天爷眷顾你 好了 思雨 别生气了 陈哲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的 对不起啊 我跟你道歉 咱们商量一下 但是 能不能别把这件事情闹大 大家毕竟是一个公司的 抬头不见还得低头见呢 你就看在咱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 算了吧 梅梅啊 你是不是脑子被磕傻了 你给这种人道歉 是她先碰的你好不好啊 好了 哎 涂涂啊 你叫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马上就到了 叔啊 哎 少爷啊 你们还在芳华国际吗 什么芳华国际啊 林老先生 我是吴警官 您女儿现在就在派出所的 在派出所啊 对 民事求分 动手了 正在调节呢 你赶紧过来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马上过去啊 哎 头到了啊 你车车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到了 到了 小吃街门口呢 你 你照顾着啊 照顾着啊 你们俩这次的兴致 这次跟上次可是不一样 欧阳 上次你可是坚毅勇为 这次你可是酒后闹事啊 上次 什么上次 说说吧 你们打算是公了啊 还是私了啊 私了 吴警官 我们要私了 那得看看受害者的医院 你说对吧 嗯 吴警官 林明雅才是受害者 是她先动手打了她 她脑后面都肿了 清商 同志 您刚才说的公了和私了 分别都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 私了呢 就是你们双方商量一下 协商出一个赔偿金额 这公了呢 那就先验商吧 看看伤势如何 清商以上就给我判了 那一般能判几年的 你是不是还没完了 你心里有急 你竟然通知了 干吗呢 这儿派出组 都冷静点 小张 把她带到隔壁房间 冷静冷静 吴警官 你不能把欧阳带走 你要是把她带走了 她怎么调解呀 怎么调解 你看她什么态度啊 我看今天是解决不了了 那您把我也带走了 那你们都去了 算我一个 这事也凑热闹啊 小张 把那么仨一块儿带过去 冷静一下 来 走吧 那个陈哲什么情况 伤得严重不严重 我听负责的民警说 她脸部受伤 这个有点麻烦 如果符合人体 性伤鉴定标准的话 就够怕了 当然 前提是 如果陈经理 坚持要做法律程序的话 妹啊 这是我第一次进局嘴 对 妹啊 刚才那个警察说上次也是你们俩 欧阳还见一回 他怎么见一回了 就是我莫名其妙被绑架了 你被绑架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欧阳他怎么救了你 好了 思雨 这件事都回头有时间了 我慢慢跟你说 说你们俩可真行啊 一个因为第一次进了派 是锁兴奋的不得了 一个就像没事儿而已啊 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在担心 陈哲他到底选择了公两 还是私两 万一陈哲真的选择做法律程序 怎么办 他把做老外的 正好给去一个远离 纷争没人打的地方 可求之不得呢 说思雨 对 天哪 你们俩还笑得出来 我们俩的üz past 刚才说的情况都输食吧 民警同志您好 我叫欧长林 欧阳的父亲 明天总之 如果是欧阳的错 他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同事长 我是欧市的员工 我要为欧市的发展考 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传出去 会对欧市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大声化小 小声化无法 欧总跟我之前有些误会 我回去跟他解释一下就好 经常控制 我选择私了 明景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可不可以 先带他到医院做个检查 将来要是有什么后遗症 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没问题 先带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好 谢谢董事长 爸 对不起 好 好 好 林叔叔 都是我的错 我在法国一听说 梅雅跟陈哲分手了 我就憋着一股气 奔着要找陈哲谈一谈的目的 我就回来了 我一见到梅雅 一高兴就多喝了两杯 我们谈到陈哲 我一生气就不好去找他了 梅雅她是拼命拦我 可是也没来得住 真是抱歉 林叔叔 第一次见面 就给您留下了这么不好的印象 真是对不起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啊 这事怎么能怪你的 要说呀 梅雅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能够为她出面 能为大抱不平 叔叔应该谢你你才对呀 对了 欧阳打陈哲也绝对不是故意的 是陈哲先动手推梅雅她 梅雅的头震到了桌脚上 当时就鼓励打包 要紧吧 爸 没事爸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没有思雨说得那么严重 她太夸张了 你别担心 没事就好 好 那咱们回家吧 好 咱们走吧 你真的不打算追究欧阳的责任 本来呢 是想追究的 但是仔细想想她毕竟是你亲弟弟啊 再说了 你爸都来了 那我不如做个顺势人情 给你拔个面子吧 而且啊 如果能用这点小伤 让你爸记住我 我觉得也挺顺势的 你看 咱们这两周年过成这个样子 乱七八糟 改天给你补过一个 疼吧 别说了 那今天就委屈你 给我挤在我的这个小房子里了 我从小就幻想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 然后挤在一间小卧室里 就像这样的小卧室 然后再买一张生下铺 好 那就随时欢迎你来我家跟我当姐妹 我们一天就去买个生下铺怎么样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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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思雨 你这趟回来为什么不跟你爸说呀 先麻烦了哦 我要先回来见你嘛 那你没有行李吗 放酒店了 先不提我的事了 我没想到陈哲还真没追究了 早知道就应该让欧阳再打他个三百遍 你可千万别再吓我了 还打三百遍 我刚才都要吓死了 幸亏陈哲他不追究了 你说他万一真的要追究 这可怎么办呀 对了 妹雅 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你跟欧阳进展到哪一步了 什么进展到哪一步 就是上司和下属之外 你们俩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俩就是最单纯的工作关系 还有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天我辞职了呢 我跟欧阳就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就算是上司为下属出头 也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吧 你看他把陈哲给打的呦 还有他看见你受伤之后 你表情的眼神 我看可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关心 思雨那真的是你想得太多了 他为我出头呢 是因为我在工作上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他本来今天就是要打算请我吃饭的 话再说回来 要不是我能帮他抵挡林薇薇 他才不会让我做他的秘书呢 我也压根就不屑当他的秘书了 我是掉进了一个圈套 这么大一个就掉进去了 你笑什么呀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样 你之前跟我说你被绑架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紧给我说说 这说来就话长了 你准备好听了吗 全世界最乌龙的事情被我碰到了 你听说过绑错人吗 绑错人 我就被人绑错了 不然我每天这么听话 谁来绑架我呀 我那天啊 本来在地库里面 要去等陈哲的 陈哲这道我就跳过不太像讲的 反正就有一天 我就忍耐一下 就不让他们一个人拽到车上 然后就 就连张球的头发一样的 他不太凶 他不打我我 我的眼睛受伤了 他拍的照片都给我给你看 我看了 你可怕自己走 那还怕不再开 那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找个人 你不得了 这事你也知道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随随便便打一架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替你擦屁股 事情要是传出去 对公司有多大的影响 你可没考虑过 又是因为那个林梅雅 不是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私事 你就用不着知道了吗 欧阳 我告诉你 我会一直盯着林梅雅 那个祸害 她要是再出一点错 我立刻把她赶出公司 听清楚了 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跟林梅雅没关系 那陈哲她就该打 陈哲是我的人 你打她就是在打我 那我也跟你强调一遍 林梅雅是我的人 从现在开始 如果有人再敢打她的主意 也别怪我不客气 好 策划案具体方案出来了吗 如果你不行的话 要趁早说 我换人 出来了 十五分钟后会议室开会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把彩妆的发布 融入到泳妆 童妆 还有内衣的展示环节当中去 公司以往的彩妆发布活动 大多都是配合的 高级定制的奢华服装 来进行的 虽然突出了展示效果 但是有两点劣势 第一 就是定制服装的周期和成本 都非常高 第二 我们的化妆品 是卖给大众消费者的 高级定制的奢华服装 与妆容 只会与消费者产生距离感 所以我认为 在这次的秀里 模特的妆容 更应该突出清合力 功能性和便捷性 关于这次的策划案 我要具体说明一下 方案的主体跟创意 都是由林美雅独立完成的 希望大家给它掌声 好 那就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 但是我提醒你 目前的一切都停留在 纸上谈兵的阶段 下面的执行 才是最重要的 明白吗 明白 散会吧 我怎么没发现 我怎么没发现 你记忆力这么好 我就说一遍 说一遍你都能记住 想记得怎么都能记得出 行了行了 人在后面 有什么回去再说 这是什么 你看见没有 我姐刚才脸都绿了 来 庆祝点庆祝点 来来来 再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太得一望行了 你姐说得对 接下来的具体之行 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我呢 谢谢你啊 合作愉快 突然这么正经 我好不适应啊 我本来就是正经的人嘛 合作愉快 你 你怎么了 你进来 你啊 你怎么抓呢你 我去干活 你怎么扔了 你怎么扔了 爸 这么大的惊喜 你怎么不打理我 你昨天晚上 在哪儿住的 爸 您怎么知道的 我不光知道 你的飞机几点落的地 我还知道 你昨天晚上 跟谁一起吃的饭 好啊 我在三丁主王经理 千万不要告诉你 早知道就不去 你的挥宿吃饭 你别误会人家王经理 到现在他还帮你保密呢 可架不住 你老爸眼线多呀 好啦 我老爸最厉害了 小妮子干败下风 你也挺好的 我也想知道 我 marting 不住 我知道 我看你 我是星达 你不想 我ταν 有点熟吗 你问这个干吗呀 因为梅雅现在 在给欧阳做秘书 所以我要侧面打听一下 她的家世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 以及休阳 起到很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觉得欧阳这个人怎么样 爸 他这人倒有意思 说话办事看起来吊耳朗当的 其实挺难忍的 有担当 是吗 能让我女儿这么夸赞的男孩 我还是头一次见 爸 人家是帮梅雅观察的 您别误会 我知道林梅雅是你最好的朋友 这样什么时候把她请到家里来 一起吃个饭 我也好当面谢谢她 在法国对你的照顾 顺便把欧阳也请来 欧阳 这算了吧 人家愿不愿意来还不一定呢 那个 我就把行李收拾一下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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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 好 好 林美雅她不在研发部 她是我们集团欧总的行政助理 这 什么是行政助理啊 简单来说就是秘设 是哪个欧总啊 就是欧阳 小欧总啊 他们俩现在外出不在公司 这四家贷选的成果我都挺满意的 那你觉得哪一家最好 各有千秋很难决定的 这也得把这四个地方的 布展成本全都算出来 才能做局势 刚才今天又走不了了 你今天又要加班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浑身上下 他就跟上井发条一样 让我闲闲了我就浑身难受 行啊 你欧总 摇身一变 有为上性青年 是谁给你的魔法棒 为卡丁 来为欧桑 赶紧点咖啡去 得嘞 这三个 这三个 重新给我洗了 怎么就得重新洗了 怎么就得重新洗了 这所有的盘子都是我一个一个认认真真洗的 你故意的吧 你找事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我没事闲的是吗 我告诉你 我很忙 赶快给我洗 不然我就扣你三个盘子钱 凭什么呀 我又没摔碎 我告诉你 你给我等着 等我自由的那一天 我立刻让我哥把你给开除了 等你自由那天怎么开都行 不急 现在赶快给我洗了 我去吧 小杨 回家了 没有 我还在公司呢 今天又得挽回去了 这怎么又挽回呀 大公司不都这样吗 没事就得加班 再说了 人家加班还给加班费呢 明明 爸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领导叫我 我去跟你说一声 你别担心我啊 挂了 小 林米娅不在产品研发部 她是我们集团欧总的行政助理 什么是行政助理啊 简单来说就是秘书 叔 有 有 叔 我看看 我看看 别动 不要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不中 这不中 咱去黎东那儿看看 他家估计有药 走走走 没事 别动 别动 没事 黎东 二位 你要的工作极丁 请慢用 黎东 用 黎叔 怎么回事 黎叔 俺叔的胳膊烫着了 你怎么烫成这样 没事 被油绷着了 我说 你这儿有药没有啊 有有有 小刘 小刘 马上拿一件消磨毒的毛巾 还有冰块 消磨毒的毛巾 快点 您这是被油给泼上了 黎叔 兔兔 你赶紧回去吧 店里面没人招务 快快去去去 不中啊 没事 没事 我在这儿 你快去 照顾生意去 黎东 拜托你了啊 你放心吧 快过去 没 赶紧给我找一块 消磨毒的毛巾 那毛巾你干什么 真的老林手给烫了 他人真挺严重的 哪个老林 就林家大牌当了老板 林治国 雷妹啊他爸 可不就是吗 没事啊 我刚才都擦了酱油了 一回头把这泡挑开 就没事了 可千万不能挑泡 我一会儿用冰块 给您敷一下 抹上烫伤膏看一看 不信还得去院 来 给我 这么生什么东西 没关系 你生这什么东西 老板 这抗伤呢 可千万不能挑拷 第一时间等我冰块敷 要不然真得感染一下 看什么看 摔你的盘子 忍会儿 忍会儿说 什么味儿啊 这么香 我就知道你得顺着味下来 锅里闷带鱼呢 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闷带鱼 馋死我了都 闷牙 闷牙 干吗呢 嗯 我的手 我的发 我的心 我的眼睛 你演员的待在哪个城 哪个路哪个房 哪个灯哪扇窗口 我紧紧的放着你给我的CD 音乐当作背景 怎么唱 都不再煽情 我记得你喜欢闭着眼 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小细细 爸爸只该如何在你下台 你股照着在不理你像个机器 你的世界我的日子 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过得太快来不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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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绕情的日子里 生活的不费力气 傻傻看你 只要和你在一起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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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里 生活的不费力气 傻傻看你 只要和你在一起 不想现在只能遥远的 长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